當然是個不個的啊 接到等接到再說吧 幹嘛幫別人家的朋友 當然是男生付錢啊 如果男生沒有付錢的話 真的是會大扣分喔 第一次約會當然是男生付錢 男生就下有風度 歸我付不要去 兩個人第一次約會 誰要先付錢 你會讓我付嗎 對 你就是你先付啊 你是你的鳳梨吧